每个人都想把事情做到最好 可是慢慢的你便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 加班的频率越来越高 但是职位却一直都上不去 你给自己设定了阅读目标 但是你拼尽全力 却发现依然玩不成目标 你一直很努力 感觉自己忙忙碌碌 但是能力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 只能仰望其他大咖 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扰 那么说明你遇到了瓶颈 很多人只是看上去很努力 结果一直都无法突破自我 就只能原地踏步 出现这样的问题 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很多 基本功不够扎实 不够努力 不注重方法等等 可是这些都不是核心的问题 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会遭遇瓶颈 我们又该怎么样去化解瓶颈 突破自我 从而提升自己的层次呢 在这一节课里 我将为你一一道来 对于减肥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 减肥的时候会有一个平台期 在这个阶段 减肥的效果会停滞一段时间 体重很难继续下降 于是很多人以为没有效果 就放弃了 其实这是因为你的体型 没有跟上体重的下降 你的身体体系需要花一定的时间 对体重和体型进行匹配 这就和我们打开大的电脑程序 需要几秒钟时间加载程序一样 是一个道理 只要你能够挺过这段时间 度过平台期 你的体重就会快速下降 其实和减肥一样 个人能力的增长也有平台期 我们称之为平静期 这是因为随着工作内容的变化 你原有的知识体系和技能 已经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现实了 形成了不匹配 这就好比盖一栋楼房 你需要打好地基 建立框架 然后才能一层层往上盖 对应到工作中就是 知识是地基 它是你职业生涯的基础 技能则是房子的框架 决定了你人生的基本格局 是三室一厅还是四室一厅 地基扎实 技能均衡 这栋楼才能不断往上盖 也就是决定了你的人生高度 然而一旦你的地基没有打好 或者你的框架有问题 比如墙切歪了 或者这面墙切好了 其他的几面墙还没有切好 那肯定就不能够再往上盖了 需要你停下来调整修补 才能继续盖楼 解决了这些问题 你的人生才能更上一层楼 进入新的阶段 那么为什么会有瓶颈呢 我们又该怎样去突破瓶颈 这些问题 美国学习专家 企业家布里塞尼奥 在TED的演讲上 让人深受启发 他不但指出了问题所在 并且提供了解决的方案 他发现那些大神之所以厉害 是因为他们能够在生活当中 刻意地在两个区域中切换 一个是学习区 一个是执行区 学习区是用来学习的 在这块区域当中 我们要做的是学习 尝试更新反馈总结反思 从而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 我们以改进提升自我 作为一个目的 涉及的都是没有掌握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区域里面 我们经常犯错 执行区呢 是我们的日常工作 比如哈 医生去看病 老师在教书 司机开车 程序员写代码 当我们处于在这个执行区域的时候 我们总是以完成任务作为目的 涉及的都是已经掌握的东西 我们总是希望 尽量减少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失误 这两个区域呢 很好理解哈 假如你是一个菜料理发师 你的师傅呢 教会了你剪一些常见的发型 你每天努力工作 训练技能 几年之后呢 你的理发技术呢 越来越熟练了 然而呢 潮流变化的是非常的快 新的发型会不断的出现 你熟练掌握的发型 很快就过时了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找你理发的客户呢 也越来越少了 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只有苦练技法 了解潮流动向 学习新的发型 跟上时代的步伐 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客流啊 获得更好的发展嘛 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哈 有一点特别要注意 就是你千万不能犯错 一旦给客户 剪出了问题 后果很严重 怎么办呢 你可以对着假发练习嘛 这样可以减少失误的后果 即使剪过不好 也没有关系 通过多次的练习 你也可以逐渐成为 美发技的大拉 当上创意总监 或者店长 走上人生巅峰嘛 所以我们的能力 一直没有提升的原因 就是害怕失败和风险 导致我们一直都处在执行区 渐渐的 我们就会把生活变成了执行区 只顾得上应付日常的工作 忽略了学习区的反思 反馈 提高和进步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先来看看 古希腊著名的雄辩家 政治家 律师 德摩斯蒂尼的故事 在雄辩数高度发达的雅典 经常会有辩论 听众的要求也很高 演讲者一旦有不适当的用词 出现一个难看的手势 或者动作 都会引来讥讽和嘲笑 德摩斯蒂尼赏音微弱 还有耸肩的坏习惯 在常人看来 他似乎没有一点 当演说家的天赋 为了成为卓越的政治演说家 德摩斯蒂尼做了超过常人几倍的努力 进行了异常刻苦的学习和训练 他最初的政治演说是很不成功的 由于发音不清楚 论证没有力度 多次被轰下了讲台 于是他刻苦练习 努力训练 为了说话更清楚 更清晰 他把小石头含在嘴里面朗读 为了声音洪亮 他在海边练习 让自己的声音 盖过海浪的咆哮声 为了去掉气短的这样一个毛病 他一边在陡峭的山路上攀登 一边饮食 他在家里装了一面大镜子 每天起早贪黑的对着镜子 练习演说 为了改掉说话耸肩的这样一个坏习惯 他的头顶上悬过了一柄剑 一旦耸肩 利剑便会赤入肩膀 不仅这样 他还积极地向其他的高人学习 柏拉图是当时公认的演讲大师 他的每次演讲 德摩斯蒂尼都前去聆听 并用心琢磨大师的演讲技巧 经过十多年的磨练 德摩斯蒂尼终于成为了一位出色的演说家 成为了一代雄变典范 由此可见 只有在学习区的练习才会让人进步 研究表明 一个在岗位上工作几年后的人 他的能力会停滞不前 这在教师医学和其他行业 都得到了一个证实 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一旦我们认为自己能够较好的胜任工作 我们就会停止在学习区花费时间和精力 会将全部的时间都用来完成工作 而完成工作并不能够让我们不断的进步 然而执行区并不是没有价值 当我们处在执行区的时候 虽然我们要避免犯错 但是不可能不犯错 犯错也是一种反馈 我们可以从错误中获得成长 现在很多公司强调零缺陷执行文化 鼓励零失误无漏洞的工作表现 这样的话 也许我们也不能够说它是错的 但是会让员工一直待在自己已知的这样一个圈子里面 无法去尝试新的东西 所以这家公司很可能就难以去创新 去打开局面 最终也很可能落后于人 很多巨头 比如洛基亚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固步自封 从而失去了自己的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 另外处在执行区 可以使我们出色的完成工作 获得成就感和执行心 还能告诉我们接下来在学习区应该练习什么 所以不断提升自己 让自己更强大的方法 就是在学习区与执行区之间的相互切换 有目的地培养相关的技能 然后再把这些技能应用到执行区 总而言之 我们在学习区待得越久 提升了就越大 所以如果要突破自我 就要增加学习区的时间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用好学习区 从而突破人生发展的瓶颈 获得更大的提升呢 首先你要走出舒适区 敢于去折腾自己 我们都知道最锻炼能力的 往往是最难熬的项目 如果你每天做的都是自己 再熟悉不过的事情 那么你很难获得成长 专家研究表明 只有在学习区练习才最有成效 所以我们应当走出舒适区 接触一些不熟悉的领域 尝试一些有挑战性的任务 让自己过得不那么舒服 比如对于一个编辑来说 产品这部分很熟读了 那么你可以去了解一下销售 制作很厉害了 可以学习一下设计 写文章很在行 可以试试运营公共账号 这样对各个岗位都有一定的了解后 团队合作就会更顺畅 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会发生改变 做事的格局也可能因此大有不同 老师守着自己会的那点东西 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坐磁山空的 记住 所有的突破都是一个突破自我的过程 你要打破你原有的习惯 打破你原有的思想 以及突破你内心的障碍 只有这样你才可能在事业的大厦上 天砖加瓦 好了我们来说说第二点 注重刻意练习 走出舒适区 下一步就是刻意练习了 刻意练习 其实就是从熟练到生巧的转换方法 对一个人的提升来说非常的重要 心理学专家发现不少成功人士都是刻意练习的方法来完善自己 他们把精力放在刺激的技能上 也就是说不是那么太好的技能上 对他进行了学习 然后通过学习反馈调整以及专业的指导来获得提升 通过这种练习 他们的技能获得了脱胎换骨的进步 就拿打字来做比方 我们每个人都花了不少的时间在打字上 但速度并没有越来越快 但是如果我们每天花10到20分钟 聚精会神的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就可以让你的打字速度比平常快10%到20% 如果坚持练习 我们就能越来越快 尤其是进行一些容易失误的针对性的训练的时候 这就是刻意练习的意义 补齐强化我们的短板 让技能均衡从而继续往上盖楼 迈入我们人生的新的高度 需要注意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练习都是有效的 没有找准地方 就只是在浪费时间 比如当你用吉他弹一首曲子的时候 某个小节脑是弹不好 就单独练习这个小节就可以了 我们不需要重复练习整首曲子 为了顺利找到短板 你可以尝试将一项技能分解成不同模块的二级技能 然后通过比对和测验 就能够知道自己需要努力提高哪一部分的技能 就比如你的英语成绩不好 英语就分为听说读写四个二级技能 你可以通过分别测验找到你的短板 然后通过学习来弥补 这个环节也就是突破瓶颈的关键 关于科医练习 大家可以看一下安德斯·埃里克森的科医练习这本书 书里面写得非常的专业细致 我们的很多问题 在这本书里面也都可以找到答案 好第三点 找高人指路 那么我们如何去发现自己的短板和问题呢 这就需要高人的指点了 韩韩说过一句话 也许你的极限只是别人的起点 有时候高人的一句话胜过我们几年的摸索 在你陷入困境的时候 你就需要高人指点 高人能够指出你存在的隐藏缺陷 告诉你当前的状态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解除你的迷茫和困惑 为你指出正确和合适的努力方向 那么高人在哪里 我们可以从行业类身边互联网上去寻找 现在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 只要你用心 一定可以找到满意的答案 这个高人可以是一个人 可以是一本书 可以是一件事 也可以是网络上的一个回答或者教程 比如分答 比如各个平台里面都可以 我们找一些各行业的专家和名人去互动去提问 是吧 现在有微信 微博 搜索引擎 还有知识付费 网络上各种各样的牛人 乘处不穷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最后 我们还是要说一说总结和反思 我发现在工作的时候 大多数的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 把事情做完就可以了 这个观念上 只有极少数的人会想 我能够从中学到什么 如何做得更好 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别 短期来看没有什么 但是长期来看 积累出的差异 简直都是判若两人 就是因为前者不会有任何的积累 而后者即使每个层次的积累都很少 但是长期来看是非常可观的 人和人之间的差别 就是在于你是0.9还是1.1 从长远来看 细微的差别会造成巨大的差异 美国著名的歌手碧昂斯 对这一点就运用得十分的出色 他在开巡回演唱会的时候 经常是登台表演 他就处于执行区 可是晚上回到酒店的时候 他会观看录制好的演唱会的视频 去寻找可以改善的地方 比如灯光 舞蹈 音色 台风等等 这个时候 他就进入到了学习区 在接下来的行程当中 碧昂斯和他的团队就会弥补缺暗 改善问题 力致做得更好 从而让演唱会更精彩 这就是我们可以经常说的复盘 我们可以认真的工作 完成任务 但事后一定要去反思和总结 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 下次应该怎么样去调整 这是有什么地方做得好 能不能优化一下 当你学会了观察 反思 总结和调整 那么你就可以将执行区 变成为学习区 从中获得提升 这比单纯的做事 要有用得多 长此以往 还会拉开你和其他人的档次 所以 如果你拼尽全力 却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说明你遭遇了瓶颈 要想突破瓶颈 就要让自己 多待在学习区里面 为了做到这一点 你就要走出舒适区 感觉去折腾自己 挑战自己 注重刻意练习 找高人指点 通过不断的反思和总结 最终提升自己 进入新的人生境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